有关这个首相有回应说 明年所做出的一些新的一些承诺 会使到整个国家bankrack 他们叫我回应 我认为第一呢 是不是明年能够落实他们的承诺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如果你详细的分析 308大选的时候 他们做出种种的承诺 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大选的先言 大多数都没有做 没有被理性 只是讲爽完了 所以我提出基达州了 不要讲写州了 基达州是最没有争论性的 如果你看基达州 当时他答应什么 简单的我提出 当时他答应所有的 基达州的公务员说 如果他们执政成为州政府 那么所有的公务员在基达州可以 贷款没有利息的 今天也没有做 当时他认为在每一个政府的办公室 他们会建立这个托儿所 给他们的公务员方便 到今天也没有建 当时他答应如果他执政这个宅租场 不会被摧毁掉 在阿洛斯达如果没有说已经被摧毁掉 当时他说他会提升所有这个处理垃圾的问题 到今天也没有做 三年了 所以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去回应说 他们做出种种的承诺 因为简单的承诺他们都不做 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只是来 厌世他们的落点 转移人民的视线 因为他们这位大选要来做新的诺言 或者新的承诺 给人家不是很了解很爽这样 这个也不必还 那个也不必还 但是人民不会这样的简单的 因为政府也要有一定的经济的来源和收入 另外当时他说 只有国阵的成员党有内斗和党的纷争 今天我相信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纷争 是不是比我们更厉害 包括他们的领袖也不断的退党 也公开的表明对他们自己的党没有信心 到今天我相信明年已经有十亿位 如果我没有记错 国阵议员退党